這三到六個月我買了什麼新東西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集是沒有衣服的 就是一些比較日常用品的東西 好 首先是 如果你最近看我的IG的話 應該有發現我近期真的很愛用蝴蝶姐 今天頭上就有用 就是綁一個半頭然後夾上一個大蝴蝶姐 對 這是我近期最愛的髮型 這個是我在蝦皮買的 這個才三十幾塊吧 超便宜的 就是很大一個 然後它是彈簧甲 就是用細細的髮圈然後把一個半頭然後夾住 這樣就好了 而且它就是會露出蝴蝶姐的角角 這樣 我覺得超可愛的 45度角的時候就會露出一點點蝴蝶姐 我覺得整體 那我今天還刻意穿黑色 整體就是好像很典雅 就有點復古法式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同事也被我燒到 所以就跟同事一起在薰衣買了一些髮飾 一個髮飾就是一個髮夾 大概就是39塊31塊 這種價格超便宜 就是50塊有找 三種不同的蝴蝶姐 好 首先是這一個 這個是直絨的 這個就是這種夾子的 這種夾子我是覺得比彈簧甲還要好夾 然後它的材質是絨布的 這樣應該看得出來 然後尾巴是長長 然後它是雙層的蝴蝶姐 而且就黑色就是非常百搭 然後就夾在頭上 我覺得很好看 直絨是比較適合冬天的 有一個缺點是 它很會沾灰塵 因為它是黑色的 可能拍不太出來 就是會有沾一些白白的灰塵 我覺得質感是還OK的 以30幾塊來說的話是沒問題 然後接下來是一樣黑色的 這個就是斷面的 然後這個更大 它比較有垂墜感 寬版的蝴蝶姐 然後一樣是兩層的 然後它是彈簧甲 這種夾子的彈簧甲 我自己有綁馬尾夾過 只是因為它真的太偏長 所以你夾馬尾的時候 它其實旁邊還是會有點露出來 就是夾子 但是在後面應該是還OK 但這個因為真的太大了 其實蠻容易歪掉的 是覺得戴起來效果很好 一樣就是側面的話露出來 我覺得非常好看 質感看起來也是還OK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真的很大一個 有三個黑色嘛 你就會想要來一點別的顏色 我就選了一個這個 米白色的 然後它這個材質是 你這樣看它是不是覺得好像很飄逸很垂墜的感覺 我有點不知道它是算什麼材質 因為它偏硬 它不是那種輕飄飄的斷袋 還有滾邊珍珠 其實還蠻漂亮的 蠻有氣質的 當然這個就是塑料感會比較重啦 然後它一樣是彈簧甲 配洋裝啊我覺得都很好看 薰我還有買兩個髮箍 非常冬天感 然後很可愛的毛毛 真的會掉毛 會飄 但也不用刻意去拔 但有時候就是拿出來 它就會看到那個毛屑在那邊飄來飄去 裡面是毛毛的 戴起來我覺得超可愛的 就是非常的立體 對 這樣子 我覺得很可愛耶 然後我覺得物超所值的是這一個 它是鑽石 然後珍珠 就是比較華麗風格的 就是我每次買東西我比較偏愛這種比較簡單啊 素素的東西嘛 看到這個就覺得 欸很好看很漂亮 這個好像一個才91塊吧 我想說我買一個來看看它的品質怎麼樣 然後看看我是不適合這種風格 對它是這樣 其實它的珍珠跟那個鑽石 算是有質感的喔 就是你以91塊來講的話 它是物超所值的 比想像中的還要漂亮 精緻 外面的飾品店這種賣可能390590都好像會覺得還蠻合理的 黑色的部分是一樣是絨布的 然後它是有點軟軟 應該是裡面有海綿 但它就是會有一點重 對 就帶起來是這樣子 一圈 亮亮的 但它真的是有一點重 所以帶著帶著它就會往前傾 對我覺得這個很美 這個還蠻可以買的 接著 這三個月買的香水 然後是平價的香水 應該算小眾品牌 因為這都就是一千塊油皂的香水 然後我覺得很香 香水的話 大部分女孩子應該都是會去買裝櫃品牌的一些大品牌的香水 就大家耳熟能詳的那些品牌 那我自己是本來都是用是我朋友送的Dip Tip的香水 那因為也用得差不多了快用完了 什麼牌子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香味和自己的胃口比較重要 首先是這一支 它上面有一個花花的圖案 這樣子拍不到 這叫玉玉 很可愛 然後它的包裝非常的漂亮 非常可愛 這牌子出很多擴香 然後你可能逛市集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 因為他們還蠻常去擺市集的 然後有一天我去逛永康街那邊的選物店 然後就看到這個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他們家的香粉 他們的香粉幾乎都是那種茶類的 或是森林裡面的那種味道 非常的療癒 非常的好聞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香 然後包裝也很好看 我就買了這個 然後這個的味道是 東方美人茶韻香水 這個味道真的 超級香 不過這個味道就是比較偏女性的香 它不是中性 它比較偏花香 然後有點茶味 非常的喜歡 但缺點就是不持久 然後接著是這個 小日子 就是華山那邊有一個小日子的小店 然後我有時候如果有去華山的話 我都會進去晃一下 非常便宜 也是幾百塊 去那邊散步的時候 然後就進去逛 發現香水竟然在打折 打四折欸 他們也是出很多味道 也是非常的香 真的很香欸 噴一下 今天還沒有噴香水 然後我這一罐的味道叫做 單獨在地方 取的名字我都覺得非常的可愛 然後非常的文青 就是非常小日子的風格 就是它的香水 這個系列叫做日子的氣息 雖然命名都是跟生活有點相關的 這個是30ml的 而且小日子這個香水 算是持久的耶 我近期也都有噴 上班啊 出門前就會噴 然後到下午啊 晚上有時候你聞一下 手上還有一點味道喔 算是蠻持久的 不想要花太多錢買香水 又要香香的話 我覺得小日子這個還可以 還不錯 推薦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這是我第二次買他們家的香水 好接著是手錶 這隻手錶的牌子叫做Maven Watch 然後這個是Maven Watch送我的禮物 我覺得非常美 所以我也是把它放在這一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也很喜歡手錶這個東西 我喜歡手上戴東西 戒指啊手環啊我都會帶 我會拿出來放在這一集介紹 是因為它非常的復古 它完全就是非常符合我喜歡的風格的手錶 它小小的 然後它是金邊 然後你裡面是綠色的 標準復古的配色 而且它就是皮革 我喜歡皮革 勝過一些就是金屬類的那種手錶 以往我帶手錶 很多手錶我都要再打動 因為我手腕很小 這個完全不用耶 這個我還可能要戴到第二個洞 非常優秀的是 它的錶帶不會太長 就是非常適合小手腕的人 它的長度是剛剛好的 你看它到這邊它就收尾了 這一隻我收到然後立刻戴上去 我覺得超美 我真的超喜歡 然後配上我的手環 是不是很適合很好看 非常簡約然後很日常 優雅又復古 它的設計靈感就是來自於 30年代的歐洲建築美學跟 Art Deco 它是來自於法國 然後它新生於美國 就是它比較是現代風格 然後比較精細的工藝 然後一些比較豐富的材料的結合 比較彎曲的一些線條 然後它就把它放在手錶上面 很現代然後有點摩登 然後時尚的感覺 就是它們的靈感就是來自於藝術啊 然後建築美學 然後再結合工藝 所以就非常的用心 然後非常精緻這樣子 就是又非常的內斂 然後就很適合上班族啊 學生啊 我覺得就是你穿各種風格的衣服 都跟這個手錶還蠻搭的 就是沒有在隨隨便便做手錶啊 因為你看它的五金 我個人是覺得它的五金 就是金屬的這邊 你看得出來它是非常有質感的 然後不是那種 因為我以前也有做過金工 所以我對五金這部分我也都會多看一點 金黃色這邊 它有點霧面 然後非常的精緻 這邊上面有一個他們的logo 一個小小的M 後面皮革也都有品牌的名字 真的很喜歡這隻手錶 覺得它非常美 然後非常合我的手 而且我覺得不用再打動 就非常的棒 然後錶帶又短短的 它是18mm的手錶 近期非常非常喜歡的手錶 非常好看 然後我覺得就是你自己用啊 或是送人都很適合 也是一個非常安全牌 然後基本款 不會退流型的款式 我覺得很美 好還沒有完喔 接著我的環保杯 我要跟大家介紹我的環保杯 也是大概用了快半年的時間了 現在不是超商買咖啡啊 或是飲料店啊 就是你自備環保杯可以折五塊嘛 然後因為我前陣子也很常就是買超商的咖啡 買著買著 好像真的是應該要買一下環保杯 呵呵 然後那時候找環保杯 我也是有看一些YouTuber的影片啊 一些評比 各種牌子的環保杯的評比影片 最後我就選了樂扣樂扣的這一款 微笑歧視不鏽鋼杯 我個人是覺得它都有符合我想要的需求 裡面是不鏽鋼 它可以保溫也可以保冰 我覺得很棒 這個也符合我要的需求 容量是超商的咖啡的大杯容量 是OK的沒問題 手搖店的飲料的大杯容量 就店員會叫我先喝個幾口 對我有試過 但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因為我也很少喝手搖店的飲料 然後每次等在外面 我其實不太會隨身攜帶環保杯出門 我都還是放在公司用居多 然後呢我覺得很棒的是它有兩個蓋子 一個是有附吸管的 然後它可以轉開 這邊有一個綠茶網的設計 就是它可以放茶葉啊 或者是冰塊啊 然後它有兩個洞 一個放細的吸管 一個是可以放比較粗的吸管 另外一種蓋子就是這種 鮮的 倒著喝的 就像超商的那種杯子這樣子 然後它可以擴起來 然後一樣就是可以裝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它有兩種這種不同 喝法的蓋子 我覺得蠻好的 就看你需求 然後呢它下面啊 杯子的下面它是做那個矽膠的 所以放的時候是靜音 止滑 然後又靜音 就你放著 它的蓋子就有一個這個 皮靶 因為我每天是騎機車上班 它就可以掛在機車上面 所以它才叫微笑騎士 因為它就是一個微笑的形狀 對 我覺得很棒 然後你也可以收納 我每天上班就是都會拎著它去裝水啊 泡咖啡這樣 我覺得很方便欸 就可以收提 我覺得很棒 對然後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擴下來 欸有種收納服貼整齊的感覺 很棒欸 我覺得很棒 然後它好像有四種顏色 然後我就選了最簡單的白色 因為是白色嘛 有時候就是加點會髒髒的 但我覺得還好 都還洗得掉的 而且質感真的很好 分享給大家 我根本覺得還不錯啦 接著也是大概用了半年多了吧 一開始我用電棒是用Mars Hair的 白色的 就是之前在Vlobe有出現過的那隻電棒 非常好用 但也用了好幾年了 也壞掉了 但那種電棒都偏大隻 然後我這次就買了這隻新的電棒 超可愛的吧 整隻粉紅色的 然後長得就是很美很極簡欸 它其實就是旅行用的電棒 然後我覺得日常也可以用 它還有附蓋子 就是隔熱的 隔熱的蓋子 隔熱的蓋子 我覺得還不錯 它夾的這個啊 像你平常 像我夾瀏海啊 其實夾薄薄的話 它其實不會到說夾得很緊 還是會偏鬆 就是跟我以往用過的電棒來比的話 它還是偏鬆一點點 但是不影響 就是其實還可以夾這樣 我現在示範一下 還是夾得住 它的範圍啊 其實我覺得夾瀏海 是很OK 很夠用的 它不能調溫度 它是往右轉的 往右轉它就會亮燈 它就會加熱 而且它加熱速度很快喔 就是直接打開加熱 它就是直接180度的溫度 然後這邊還可以做一個可以掉著的 你可以掉在勾勾上 還不錯的是 它這邊有一個收納的那個 魔鬼氈 它就已經幫你扣在上面 所以你就是用完啊 收一收 然後就可以直接捲起來 那還有一個缺點是 如果你有用過一般的電棒的話 不是都會有這個鐵的嗎 鐵架 就有點像 剛剛那個環寶貝 就很像這個環寶貝 然後有一個這個 然後可以架在桌上 電棒這邊 再加溫 然後它可以不用直接接觸到桌上 就是架著 但它沒有 然後這個牌子是 Pingo 它是台灣的牌子 對 支持 日常用的 然後不佔空間的電棒 這支我覺得很推薦 而且它又長得很好看 好 接著我要分享的是 面膜 我不常敷面膜 因為我的皮膚 就很容易長粉刺 所以我不太用太滋潤的保養品啊 面膜 尤其是面膜 就蠻多 對我來說 敷完我都會覺得太厚重 然後就是太滋潤 然後其實隔天就都會長一點粉刺 就很不愛敷面膜 但這個面膜 就是我朋友 他就分享給我說 他真的覺得非常好用 所以他也有推薦給我 然後我就有敷看看 真的非常非常讚 牌子叫做幻翼 然後我覺得它的logo蠻好看的 就是它用90的數字 然後結合一個後的字 創辦人是90後的人 超年輕的 然後他是因為他媽媽癌症 然後因為他說他媽媽愛漂亮 癌症患者嘛 就不太能用太刺激的保養產品 所以他就為了他媽媽 就是他去研發 然後做出就是癌症患者 也可以敷的面膜 而且又保濕 然後又可以抗勞 就有一些好的功效這樣 就是敷了會漂亮的面膜 我自己敷下來 就我已經敷過好幾片了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跟我以往敷過的面膜的感受 真的不太一樣 它這個牌子就只有出兩款面膜 就這兩款 包裝就是也是非常簡約 然後亮亮的 很有質感的包裝 黑色這個是抗老修護水磨瓷石墨溪面膜 對名字非常長 然後另外一款是 藍銅直翠保濕精翠面膜 這兩款面膜的質不太一樣 我覺得有讓我驚驗到的是這一款 黑色的這一盒 它裡面就是這樣子 它這一款打開就是這樣子 市面上黑色的石墨溪布膜 大多都是中國進口的 那這款石墨溪布膜是台灣製造 白色含石墨溪布膜 它是一種由碳原子組成的二維碳奈米材料 它的奈米體積容易被人體吸收 然後利用附在臉上的短暫時間 吸收和釋放圓紅外線 維繫血管擴張 可以提高肌膚的溫度 它比一般的布膜 讓成分更容易滲透到細胞 有利於肌膚排除表面新陳代謝產物 和累積的油脂 而且它又是百分之百植物做成的 而且它的精華液很水 它不是那種非常有點稠的 因為我以往有用過那種很稠的 會有點負擔的 他們這兩款完全不會 敷起來的感受是很清爽 但你有保濕到 它這個叫做水膜池 水膜池是大家都知道保濕盛品就是玻尿酸 雖然水膜池也是一種玻尿酸 那它是第四代的玻尿酸 就是玻尿酸的四倍 而且在升級的保濕 所以超保濕這樣 用下來是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你也感受到它真的有保濕到 就是你那個面膜紙撕下來之後 你也感受到那個你的皮膚是真的很保水 深深的有感受到 然後吸收的很快 很棒的是純天然 然後它是沒有香精沒有酒精 真的完全沒有味道 沒有酒精 所以對皮膚是很好的 它裡面就有人森的那個萃取 然後人森就是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增生 然後可以快速修復你的皮膚 然後還可以改善暗層 然後裡面還有高山雪融花的萃取 然後它可以為皮膚擋一些紫外線的輻射 還可以減少老化 這麼多天然的東西 然後這麼好的成分 就是對皮膚是真的比較友善 一個禮拜可能一到兩次我就覺得OK了 因為它真的很保濕 另外一款是藍銅直翠保濕精翠面膜 對然後它成分是有藍銅生鈦 這個比較常聽到 然後還有海藻精華 洋甘橘萃取 這款是可以強化你肌膚的彈力 也會改善你的皺紋 然後它的面膜質是 不是那個蜂巢的格子 它是日本專利進口的精翠絲布膜 我覺得它也是非常的輕膚 然後很薄 真的很薄很薄 然後非常的好貼在臉上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名字聽起來非常浪漫 就是法國玫瑰花水 它是可以補充肌膚的水分 然後淡化表面的細紋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是洋甘橘的萃取 它可以改善你肌膚敏感的現象 然後又有保濕 大部分的年輕女生的話 就還蠻適合這一款的 我覺得很棒 然後也很保濕 就各種膚質 你不管是乾燥肌 敏感肌 就是連你可能去做醫美 你也可以用 我附下來是感受非常好 真的推薦給大家 我個人是偏愛這一款 因為它可能是因為有蜂草鴿子 我覺得你附起來超酷的 很有科技的感覺 我真的很不愛附面膜 因為我都沒有找到我覺得 那我會想要附的面膜 他們這個我真的會想要再回購 會想要繼續附下去 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認真 覺得它很棒 很好服 最後 範外篇 愛用品 那我不得也是要工商一下我自己的東西 大家應該有在用LINE 那你應該有特別愛用常用的LINE貼圖吧 因為我很少講這件事情 應該很少人知道 我也有畫LINE貼圖 有一天晚上就是睡覺前 一個靈感 把平板拿出來 然後在那邊畫 畫我想要畫的圖案 40張一組的LINE貼圖 然後這個貼圖呢 叫做 在日常不過的美好生活 就是我周遭的一些東西 我把它畫出來 加入我的一些創意 然後把它畫出來 文字都是我日常 傳LINE就是都會講到的話 我自己覺得我畫的這一組 是蠻實用的 反正就有一些諧音 我會滿意這一組 然後40張 就是滿滿的40張 然後30元 對就是分享給大家 好那今天這支影片就這樣子 掰掰 這樣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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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